Sharon 愿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时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为重要 且充满智慧的主题 就是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主题是来自于 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 他说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让我们一同在上帝的会中 寻找真理的光芒 领悟施与受之间的深刻的奥秘 使徒保罗在这里 回顾了他自己的侍奉生活 他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教导 而是以身作则 示范的通过劳苦和努力 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提醒以福所的长老们 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句话不仅是一种道德的指引 更是揭示了天国的价值观 施的价值在施语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更是表达了对他人的关怀与爱 这种无私的奉献 不仅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 也能够给我们内心的满足与喜乐 受的意义 什么是受接受的意义呢 接受别人的帮助呢 体现了我们对他人的恩惠的感激之情 接受呢 并不意味着呢 我们是一个弱者 而是我们承认了自己呢 在某方面的不足 愿意接受他人的支持和爱 施比受更有福的真理呢 施予是一种的祝福 因为通过施予呢 我们成为了上帝的恩典的管道 传递了上帝的爱和祝福 施予我们能够更像基督 因为基督的爱呢 是无条件的给予 耶稣基督的一生呢 就是施予的典范 他医治病人 喂饱了饥饿的群众 最终呢 为我们的罪而舍命 耶稣的每一个的行动呢 都在宣告呢 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 现代的社会中呢 许多的慈善家呢 和志愿家呢 无时地奉献自己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 关心的周围有需要的人 比如呢 帮助邻居呢 提众物 在教会里呢 参与志愿的服务 证捐医务和食品呢 给有需要的人 教会是我们共同成长的 属灵的家园 在教会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呢 奉献时间 财干和财务呢 来支持教会的施工的需要 去帮助呢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让我们牢记呢 主耶稣所说的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 通过施鱼呢 我们不仅仅呢 是帮助他人 更是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呢 能够体验到 上帝的祝福和喜乐 让我们今天开始呢 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呢 能够实现施鱼的精神 成为上帝的爱的传播者 和见证人 愿上帝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在施鱼中呢 更加的丰盛 在爱中呢 更加的完美 Amen 弟兄姐妹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施鱼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施鱼中呢 能够体验到 经历到主你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 让我们每一个的心都能够 成为一个吃鱼的心 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愿你通过我们生命中 所传播出来的这些的见证 也能够影响周遭的人 能够认识你 来荣耀你的名字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成为一个私比受更为有福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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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